清晰,環境位的創造 其實未開辦一間公司前 之前已有13年的攝影 基本上開一間公司 跟以前做賓沙攝影的時候會有的不同 就是我在這裡很想跟客人多點溝通 多點了解 去到拍照的時候 大家會舒服一點 好像朋友一樣 就不需要太多束縛 或者限制 很多時候我們所謂叫一條龍蝠路 除了租衣服 男士衣服 律師 各樣東西我們都會有的 但是如果你說由職業禮去到大約日 然後去到巨大肚子 去到三二二 基本上我們的一條龍就是可以去到很廣的範疇 家庭上都會有 變相很多時候 跟個人朋友 閉上了的時候 我們就會得著了很多更多的東西 大家都會有的 相互相成 其實攝影手法 我們會有一個形象在這裡 就是有一個形界在這裡 因為每個拍照都有一個特質 基本上我們都會聽取人客的要求 就是想拍一些類型很不同的 或者很酷 很可愛 很有風格 或者一些很雜誌的形式 或者一些很寫實的形式都會有 是的 那我們如果本身自己走的 其實會多方面的 但是主力都是要究竟那個客人 個人性格是怎麼樣的 因為你說我強行去做的 沒有了他自己 是的 反而是了解了他之後 在他個人的性格 或者他一藍一淚的方向 拿一個平衡 而我們去幫他做到他自己心目中的一份照 其實由一開始拍照前 我們就會跟客人會選擇衣服 談地方 各樣東西我都是由頭跟到尾的 那選擇衣服方面 我們都會幫他控制場地 會否 match 然後去到相簿製作 都是我們一手合計自己做的 那就會可以細節一點的東西 還有我們會譬如說 做完那些優勢之後 我們都會讓客人看一次 沒有問題 我們才能出那個相簿 那變相令客人的信心更加大 還有可以迎合到他的需要 如果你說選一間公司去迎合他自己 當然是要自己選擇到一個合適 他自己的公司 還有一定要跟少女師共同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要理解到自己的所有東西 我們會給他很多指引 令到他那天不會有錯誤發出 或者一些很緊張的心情去發燒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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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